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7日第一部视频 我们聊一聊中国的这个合法的高利贷 还有引起的整个金融系统和社会体系的混乱 这种合法的高利贷告诉大家的一个好消息 是很可能随着2021年民法典的执行 得到极大的纠正 也就简而言之是利率会民间利率 PR、P2P还有网贷包括银行的这些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 那我们来具体聊一聊 这个中国呢把高利贷合法化 是在整个世界上的一朵奇葩 高利贷就是付出很高利息的贷款 这种高利贷基本上都不受法律保护 但在中国竟然受法律保护 我们具体看一看 中国呢是把高于年化高于36%的利息 不进行法律保护 在36%和24%之间 它就要自然借贷区 也说这一块只要是借贷双方约定好 你这个如果交了的话 那就发生纠纷之后 那就白交 你也没权利来要回 如果要是你没交 24%和36%之间算一算 你没有 虽然约定了 但是你没交 这个出资方 贷款方也没有权利 法院也不会支持 你再去索取超过24%到36%之间的 也说法律真正保护的是24%以内 但是能走到法院来争取这个24%到36% 就非常困难 法院很可能也不会具体执行 你呢大多数的时候呢 借贷也会超出24% 也说很难要回 因为你急用钱 很可能都是市场上能借到的 这个行业默认的 这个黑暗行业默认的 都是超过24%的 很少有人能从正规途径 借到24以下的 24%甚至36% 这个非常高 做什么生意能挣得这么多利益 很难 纯利达到这个数字的很难 除非做非法生意 非法生意又不受法律保护 也不可长久 也没有很多这个能让你操作的这种 能达到这一步的这种生意 实际上呢 这个 大多数为什么能让这种高利贷大行其事呢 因为有代言人 有利益方 是紧密的和贷款方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 你正规想去借款 银行 因为资质的原因 因为国家政策 没有支持的原因 你根本借不到 他们银行方 会引诱你 会支持你 去借一些 高利贷 这还是资质比较好的情况下 这种高利贷出资方 很可能 就是银行的 所谓信用贷 就是出资方就是银行 然后找一个白手套 把它 把自己隐藏在后面 合法的收取高利贷 你 比方说什么 光纳银行 招商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等等等等 平安银行 都有 中国银行 他们都有 都是用这种方式 正规贷款 资质不够 或者没有恶度 借不给你 然后就让你去 他们 参股的三方 去借这种高利贷 这种还稍微 受 意味 这个 出资方的 约束 也就是说 还 有一定约束性 所以很少有超过36的 当然也有一些奇葩的 我听说过 有储银行 也能超过36 他们怎么超呢 他不是把利息 明确写多少 他是 给你 用这个 管理费 服务费 保险费 什么各种附加费 巧利明目 实际上呢 都是利息的一种变相体现 至于外边 还有一些 通过这个 从银行私自拿款 再转借 还有 吃相更难看 就是 还有大批的 就超过了36 现在在这种乱象之下 整个经济领域 非常的残酷 血腥 这一些 合法的高利贷 和非法的高利贷 成了吸血虫 经济领域 金融领域 你再怎么赚钱 你也还不起 这些利息 造成了大量的这种 违约 大量的社会事件 甚至引发了 在催修啊 在这个债务 逼迫呀 非法拘禁呀 无穷温敬的骚扰啊 对人的这种 精神压力和人身压力 人身迫害下 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自杀 伤害 各种各样的事件 出于这种方面吧 其实出于政府考虑的压力也好 还是这个有效统治也好 现在也不可持续 当然他的目的也达到了 达到了什么呢 就是把债务进行了转移 把债务从大企业 就是国企 然后转移到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转移到了个人 通过这种贷款方式 通过房地产方式 把债务都转移到个人身上 现在个人不能承受了 政府 我用一个词是被迫 不是他主动的为了民生考虑 我用一个词是被迫 压榨到极限了 他被迫 现在开始修订 在2021年这个民法典之中 已经 这个民法典已经出台了 但是我们好多人都查不到民法典 到底具体内容是多少 你查到也没有用 他在2021年1月1号执行之前 他随时可以改的 真的 中国这个法律 不要说还没执行 没颁布 颁布了又怎么样 因为现在这个36%这种 这个杠来执行的这个也是法律啊 但这种七八法律 你可执行吗 执行起来 一片乱象 一片惨状 他也睡不法律 很奇怪 所以呢 就说是在颁布之前 你民法典查到的可能也不算数 你也很难查到 但至少现在据说是民法典执行之后 会大大降低 好像最近有前一段时间 这个两会也有代表纷纷禁言 说是太高 建议把这个合法的利率定在10%到15%之间 然后呢 原来那个叫自然债务区 也就是24到36这种既不保护也不鼓励的这个区间把这个去掉 也就是你高于15%就是高利贷 就不受法律保护 其实他说到这又说到一个受不受法律保护 这个过去是就是不受法律保护 那个你只是这个代方把那个多收到最多返还给街坊 其实还是极不公平的 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也没有去争取维护这一点 因为你在这个建了这个高息之后 为了交这个高息很可能会影响你的经营 很可能会这个 为了去比方说那个36吧 你比方说他收你个40% 或者是高于24%这个自然借贷区 他收你多收的这一块 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经营和生活 为了这一块你会付出重大的代价 而且代方很可能以催收啊 或者是其他的面目啊 来催债的时候 也会对你产生很大的经济和人生的伤害 这一块他不受保护 只是反华或者是不支持他要你的高息 并没有来制裁代方 对你造成损失的这种补偿 没有制裁代方 其实真正严格起来应该要制裁的 他高于这一块借给你 他是违法的 我希望就是新的民法典 不仅要是真的撤到15%以内的话 高于15的不仅不支持 不仅要返还 非法收取的这个代方 非法收取的借方呢 不仅要反华 还要去制裁他的这个 这种行为 你放高利贷罪啊 他你还可以以民法的形式来追究 他对你造成的损失啊 这种精神迫害啊 因为他的这些行为 对你的经营 对你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啊 这个不仅是不支持利息的 高息的问题 还要让他倒交 甚至宣布他无效 只还本金 利息所有的都没收 甚至还要有罚金和有补偿 这样才对 至少现在走出了一小步 希望我们都能看到 早早的看到这个 10%到15%之内才是合法的 包括高于15% 甚至还要降 比方说10%以上都是非法的 希望我们早早能看到这一步 希望能让放高利贷的 不仅是个人 不仅是那些白手套 更是像这种六大行 毫无廉耻 毫无社会责任感 驻逐为孽 这种都受到相应的惩罚 当然背后推动的力量 很可悲 不是 这个 解放的力量 也不是这个政府的良知 而是 这样下去 会发生山崩海啸 的金融危机 它是被逼无奈 才给 街坊 才给受害者 主持的正义 也希望这一步 早早到来 也是 有点感叹 看现在的这个形势 国内外形势 失业形势 金融乱象 脱钩形势 我感觉 亡羊补牢 已经有点晚了 不直升机撒钱 不把这个债务 就此打住 抓紧维护 保护好 已经违约的这些 中小企业 小微企业 还有个体经营者 还有这个负债的个人 现在就应该一刀切 把他们全部进行保护 所有的债务先进行冻结 缠缓 还是抱着这个 维护 借方维护国有银行的利益的 这种方式 我估计 可能 可能 杀不住这辆 冲向悬崖的破车了 好了 这期做到这 我们期待着好消息的到来 现在 稍微聊一句 现在有这种债务纠纷的 有这种正在交高息的 是否可以考虑 坚持一下 等到 更好的政策实施 这样会更有利 更有利一些 希望 深陷债务的中小企业和个人 都能坚持住 不要 做 伤害自己 伤害 亲人 不要做 对生活 及未来 失去信念的事情 阳光总会照过来 黑暗总会过去 拜拜